现年47岁男星马国弊 曾因沉迷职棒迁堵 导致欠下5000万巨债 随后妻子更因此而离开了他 然而他却并未就此灰心丧志 反倒就此浪子回头 努力工作还钱 在脸书经营直播叫卖 事业有声有色 一个月的收入还能赚近10万以上 然而先前他却突然出现在夜市摆摊 随后他也透露了背后的原因 据三立新闻报道 马国弊多年前因为沉迷不良嗜好 欠下5000万债务 卖房还债后 剩下大约800万元要孩 他坐过Uber司机 开过炸鸡店 早餐店等 可惜炸鸡店因为生意不加 惨赔196万元 最终决定认赔退出 两笔债务加起来高达千万元 早餐店也在今年2月宣布退出经营 副业几乎都失败 马国弊近几年都在为债务到处奔波 为了还清欠款 马国弊除了接下8点党戏剧外 也将重心放在直播叫卖上 每天直播一到二场 一次大概3到4小时 月收平均大约10万左右 可惜的是他已经和直播厂商结束合作 所以他决定另谋出路 首度在饶和夜市摆摊 尝试推销保健产品 除了却在帮货架时不慎受伤 但他仍以乐观心情表示 希望这代表业绩建宏 而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工作 马国弊透露炸鸡店的金额已经还款完成 目前剩下原有的800万要孩 虽然债主多半都是朋友 但他想尽快在一二年内将债务还完 希望赶快把钱还完 也给爸爸妈妈好一点的生活品质 不过他也透露 因为在夜市摆摊的效果没有预期中好 所以接下来他准备到菜市场发展 同时他也宣传粉专的新名字 我未来新的粉专名字叫康乐队 也想找其他艺人一起合作直播 所以现在先亲自到菜市场宣传 希望可以养粉专人数 虽然曾经走过歪路 但他现在喜新革面努力工作 希望他尽快还完欠款 开启新的人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